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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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种无论是你怎么样 怎么样表达你内心清清楚楚之道 这个你内心想象动摇 困惑 你会很明白的 不会骗人的啊 这个骗不了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就想无论是修复 还是在儒家上面 我觉得在这个走过来的路 都还是比较困难 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分析这个情况 首先你对本分的认知 是建立在儒家上的 因为佛学没有什么本分 你自己说 什么叫本分呢 佛学的本分是首先建立在英国的六道轮回基础上的 它不是建立在人道基础上的 在守本分啊 它不是建立在人道的游戏规则上 它是建立在六道轮回 三界六道这个因果 它是以这个作为本分 你知道每一道都是坏景 佛的知见作为本分 你必须了解佛的知见 你如果不了解 你是不知道什么叫本分的 因为你连自己都不知道是谁 你怎么够守本分呢 在佛学上 佛学首先要成佛的目的 就是让你知道你是谁 因为他说你是佛 但是你觉得你是个凡夫俗子 你觉得你有贪人吃卖义 你觉得你说话很冲 你觉得你有得罪人 你觉得你什么 都是你觉得 但是为什么佛说 众生都是佛 众生本性都是佛 众生的本质都是佛 跟我没有区别 只是你以分别执着 所以回归不去啊 你不知道你的本分啊 所以佛学的本分 跟儒家人是有区别的 儒家人可能在人道 更多的说做人 但佛学是解脱 从六道解脱 它从三界六道解脱 它是一个 所以佛说法 它不是指在人道 它是建立在三界六道 所以佛学的本分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以佛学的本分 跟儒家的本分来说 它又有些冲突 但是一个真正开悟圆满的人 他来到人道 他一定儒家文化的都先做得很好 他一定很政治很善良 一定是为君子 千千君子 一定光明里落 坦坦荡荡荡做事 就是这个人 除非他有特别 比如说护法啊 或者是他要维护一个 他要维护一个 所以佛学的本分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以佛学的本分 就像大菩萨 他在做一些 他为了维护一些佛法的特徒的音乐 他可能做一些事 是不能成了密法了 不能跟你公开的说 其他的 他没有什么觉得要隐瞒的 或者他内心是光明里落坦荡 这个就是 就是看你的正量很多 就是看你没有什么可纠结的 这就叫寄宫 他成道以后 他可以去狗人 你不能说他对或者不对 他可以成二压三 你不能说他对或者不对 你不能有人道的对与错来评价他 他就是个成道者 他就是成道者 那一刻他以你需要什么来 你需要这样来得度 他就以这样来度 比如你需要惩罚 他就拿惩罚来度你 你需要慈悲 他就以慈爱来度你 是不是 你需要什么 他以什么来度你 他所使用的法门 已经完全是你成道的需要了 因为他是苦度众生 所有成道者唯一的一个使命 就是度众生成佛 那么 他对众生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有利于你成道的 他不管怎么实现 都是 他站在那看你成道需要什么 他就实现了什么样的样子 他速度之快 他不是用意识来实现的 他是出空性实现的 他不是用意识思考一下 站在说 嗯 我看看成道我要度他需要什么呢 他刹那就过去 他刹那在你面前就实现了这个像 就是他不 他不会去思考用什么像 但是他就在三位式写出来 他就这个像 是众生成道需要的 就破你的执着需要 所以观世音菩萨 你看有求必应吗 难道他不知道有坏人吗 坏人求能求好事吗 好人还求点 好人求个所事名利 我当官发财 这算好的了 坏人说 菩萨你保佑我 明天把那个东西杀了吧 盖掉吧 我那个仇人怎么怎么 你能不能保佑我 我明天去杀人了 放火了 你不能保佑我 别让他们逮中 有求必应啊 你知道 那观世音菩萨如果不保佑他 是不是有他的悦与相违 是不是如果保佑他 怎么合乎人当的种子呢 那怎么能保佑坏人呢 是不是 那三人放火关世音菩萨怎么能保佑 但是 菩萨的有求必应是 你以什么方式能成佛 他以什么方式保佑你 他不是买足你欲望的 知道吧 是 你要知道一个大菩萨的使命 他永远是让你成道的 那 他今天让你逮住你 你能成道 他就把你逮住了 你逮不住你的才道 你真的就逃了 他就可能保佑你 但是他能看到你的心 看到你的因果 如果你逃了 可能你 生生世世 将来 假如说你这一世逃脱了 你杀了十个人 你逃脱了 这一辈子真的是 下一辈子 你突然开始休息了 你良心受到了牵扯 那一刻你可能 很长时间堕入无界地狱啊 就是你在企业地狱 你是那种良心的富旧啊 那种感觉甚至还不如抓住杀 还不如抓住肠 一命定命 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能看到的 那些就是说有些东西是有因果的 佛菩萨他有这个能力去检查我们的内心真正所寻 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要什么 知道 就是知道一时的欺负 一时的私怨 你欺负老佛我就要报复 但是他不知道你报复完 你会快乐 你内心深处 你会没下什么样的种子 没下那颗种子 你什么时候会受报 他 你是不懂的 但菩萨们知道佛知道 所以他的导入 借入永远是你成道作为第一个月 所以有的人就跑掉了 有的人就被带走了 就这样 如果你求了菩萨的话 无悦无悔的吧 就是那样的 如果你真的求 那绝对是有阅历的 如果你真的深信佛法 你去求菩萨 你被逮住真的就是该报 你就报了 把胎来的去吧 别忘了死的时候 呼喊一下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没错还建议你 不管你该报什么 如果你说没逮住 那真是菩萨写定了 延续吧 真的是 那可能你从这个角度逃出去 有一天你一心向散了 你可能救了好多人 你可能杀了十个 救了几千个 但是如果你真的杀了十个人 去救了一万个一亿个人 那个时候我相信 当那一万个一亿个人 向你感恩的时候 你那种复旧感又回来 你逃不掉的因果死然 你自己良心过不去 这毕竟不是恶魔 有些过错是自己可以原谅自己的 有些你原谅不了的 那就是阴影 总之 总有一些你会烦心 你会察觉到那些东西 尤其傻业这些 所以佛学它一切都是建立在无我 这个三位是幻境的基础上 然后它始终是让你发现你的本性是佛 始终要发现这一点 你的本性是不爱的 慈悲的 你的本性是智慧的 你的本性是平等的 它始终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是 每一个众生都是 甚至那个小猫小狗 甚至其他道就是 甚至阿修罗道就是 甚至地狱道 无恶不设的就是 地狱道就是 可是该恶业下去的 无恶不做才可能下了十八成 甚至那个人 他的本性是佛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 不是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